新嫦娥姑娘长啥样?如何去?在哪儿落? 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李佳月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今天,在长州5号摇巴运载火箭的护送下 嫦娥6号探测器已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奔向月球 嫦娥6号探测器的发射重量约为8吨 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重的深空探测器 在体型上,探测器发射时高7.2米 横向尺寸约4.5米 入轨后,太阳翼展开状态下最大横向尺寸约14米 与嫦娥5号相同 嫦娥6号探测器仍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组成 这四部分各司其职 轨道器承担地月往返运输任务 着陆器用于落月、彩阳封装、科学探测等 上升器将携带样品从月面起飞 返回器负责将月球土特产带回地球 期间,上升器、轨道器和返回器 将在月球轨道上进行交汇对接 同时,嫦娥6号任务的发射窗口也很有讲究 所谓发射窗口,是指适合火箭发射的时间范围 窗口越窄意味着机会越少 有的航天器一天内布置一个发射窗口 有的一旦错过发射窗口,则需再等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射 为了提高发射概率和发射可靠性 科研人员采用窄窗口多轨道方案 在连续两天,每天50分钟的发射窗口内 为火箭设计了10条奔越轨道 此次为嫦娥6号探测器搭起探跃天梯的是长州5号运载火箭 其目的地是近地点200公里 远地点约38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 由于嫦娥6号探测器比嫦娥5号重100公斤 科研人员为满足乘客需求 也为长州5号火箭进行了瘦身 将其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提升了100公斤 那么,最终新嫦娥姑娘奔越的终点站在哪? 工程师与科学家共同选择了 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埃特肯盆地 该盆地直径约2500公里 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撞击坑 此前,嫦娥4号探测器曾携玉图2号月球车 成功着陆在该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 而嫦娥6号任务选取的则是阿波罗坑附近 两个落点纬度基本一致,相距数百公里 以上就是小新今天带来的航天科普 关于嫦娥6号你还想知道什么?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